齊波林飛艇 起飛 大家好 這裡是山姆大叔 歡迎來到咱們大叔究極三期 今天第一個要給大家的展示是齊波林飛艇 當然是魔改的 而且魔改得非常過分 竟然在上面增加了兩半門大砲 簡直離譜 我們先來看看外觀 咦 怎麼在水裡啊 這不是個船嗎 哦 剩下的是藏在水下啊 這大方也太多了吧 看得我都有點迷孔了 外形也很帥 而且背後還有一個直升機 但從外形而言不像一個飛艇啊 更像是一個潛艇 那就戰場看看 起航 出來了 帥啊 這是真的飛艇 我去 怎麼開始偷襲了 哥哥哥 別打了 等我調整好角度啊 我去 剛剛是大意了 這是要準備讓你見識下 兩半門大砲的厲害 爽 再來 不最近 目標太小了 根本打不到 剛剛拉一下 應該也只是運氣啊 那 拉用核巡洋箭的戰術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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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啊 推面導彈也太多了 都攔接不過來了 呼吸再多也沒用啊 根本打不中人 小伙伴們覺得這個應該多少分呢 今天的第二個作品 大家能看出是什麼不 沒錯 就是明日方之的羅德島 外形還是非常帥氣的 而且體型非常大 我都要拉非常遠才能看清楚外觀 為了讓大家有點概念 我有人形態給大家對比一下 看了沒 我這個角色都還沒有這個坎告 不過 可笑是 這個感覺也只是一個外形 無法進行作戰 同時也沒有內部空間展示 只有一個比較空曠的房間 所以最大且唯一的料理 就是在外形上面的花園 各位小伙伴們覺得如何呢 這個作品能有多少分呢 好啦 小伙伴們 還想看到什麼遊戲什麼作品呢 現在在評論中發出來哦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